第二位的嘉賓就是浸會大學Dr. Lai 各位同工好 今天星期六早上大家都有很多事務 大家都聚首一堂 我想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朱校長剛才申報利益 我也嘗試申報利益 我在1997、1998年左右 我開始幫下坪局做出卷的人 然後到大概2010年 我公開辭任當時的職位 2010年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因為當時我離開了教育界 進入了這個 我應該說是教師培訓 然後轉入了HKBU 在這一年裏面 我適逢 我辭任了這個Chific Seminar的職位之後 我想過了去BU之後 可以靜心做我自己的研究 所以過去五年裏面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 考評的任何工作 甚至和教師教育有關的工作 我會盡量拒絕 直到今年的10月10多日晚上 明報記者有一個電郵給我 那時應該是11點多的 我看完之後 他問我可不可以做個訪問 關於考生抄襲的事件 我當時考慮了一會兒 但我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因為這是一個青年人的人格的問題 我立即回到電郵給他 那時是12點多 我很少在10點之後打電郵給別人 但我覺得事態很嚴重 我很想立即跟他講回這件事 後來記者就說 不如我們要找個時間做一個訪問 於是就做了一個訪問 亦都出了一個報道 大家可以上明報的網上 看回我的一些看法 所以今天我們來這裡 我們並不是要講程序 我們是要還回這位年輕人的 一個人格和道德的清白 這個非常之重要 所以剛才有同事曾經跟我說程序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於父的看法 因為我們不是來講程序 白武都在 家長都來不來 為甚麼 因為這是一個我們作為家長 是子女的人格的一個問題 如果說回那個 我還是有點激動 如果說回抄襲 我從學術角度來看 大家回到Amazon 因為我沒有預備 最近有人幫凡高出了一本書 就說他重複的整本書 應該超過二百多頁 就是說凡高 他不斷地去重複 去畫他自己的作品 為甚麼 因為每一次的繪畫 他都是對自己的一個審定 和推進 所以第一點 我是要求 要重新公平公正地去 覆核這位同學 所謂抄襲的事件 還他一個清白 第二就是 大家一直都沒有說到 這位同學 其實他在SBA的時候 他在學校裡面的成績 是拿了48分 50分裡面他拿了48分 即是說如果這個成績是沒有做過 經過調查之後 moderation之後 都是維持這個分數的 他這個分數 應該是不勝勝的 如果這個分數是成立的話 最後他拿出來的成績 只有四級 即是說他的SIT exam 是扣了他分的 甚至或者給他一個很低的分 公不公平呢 我要求重新去到公開公平去 看回我客觀的評分標準 第三點 我要求澄清 什麼叫職場創作 我讀完原文出來 原文是 以考新作品與其自備參考資料 高達90%相似為門檻 這個我是看回溫德榮先生 我的文本的 當我們去看這個文本的時候 到底我們同工 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這個門檻 是什麼時候有 憑什麼來看回這個 所謂論句90% 到底這個90% 剛才我又聽到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 葉建源議員說的 就是 構圖圖像和色彩的相似 我想作為一個創作人 我自己都從事他畫多年的 你要相似一張作品 是非常之難的 這90%是怎樣來定 哪個來定 在這裡我必須要去問回 考評局的朋友 就是 到底這個職場是什麼時候定下去的 是過去了 還是屬於檢討 我知道 在這裡 這裡我希望 考評局 重新去 向公眾的交代 第四點就是 一人多個角色 剛才 黃素蘭博士都已經說了 造成那個利益衝突 有什麼監控的機制呢 我當年我也做過 考評局的多個不同的崗位 在不同的崗位裡面 我們自己懂得自己有一個制衡 在這裡 我記得有一年 A-Level 我是參與那個所謂 做這個interview 幫忙做interview 當中有一個學生 他交了一個 portfolio 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類似於景泰藍的手法的創作 當時我用我自己的專業判斷 我覺得這個不是他的作品 於是乎 我就跟當時的經理 阿如柱德 就說了 我就報告了這件事 他也寫下了 完了我的責任 接著我就沒有再參與這個事件了 然後他就找回當時 A-Level裡面的Chief Examiner 和另外一個專家 加上給自己 我不知道當時的角色怎樣 他匯報 他後來回來告訴我 那個個案是不成立的 OK 行 我不再追問了 因為我已經傳了我的角色 我是負責去監控那個學生的真偽 是不是他的原作 但是我聽到 我竟然聽到 在這個聚會裡面 我聽到就是一人多的角色 到底為什麼可以出現這樣的角色呢 最後 我強烈要求 我強烈要求 這個史題的非專業性 其實我在《明報》的網上已經說了 就是他出了一個 叫做一個花店 一個在花店發生的故事 因為時間關係我不讀了 整個傳聞出來 做了一件的平面作品 我覺得連我出題也有問題 你出這樣的開放性的問題 到底你的學生答什麼 這個這麼不專業的出題 我們應該檢討 到底在哪個源頭 你如果考評 我當年 由1997年 我開始出題目 做出題目 開始 袁書德告訴我 他說 這是一個公開考試 五年的學生的成績 和成就 就是你這條題目 去影響他的 麻煩你 小心點出 很嚴厲的 當我看到這條題目的時候 這條題目根本就不是一條題目 你可以在這個花店 你可以上到太空都可以 你給了什麼去做 你想他畫些什麼出來 如果你說他抄襲 說他相似 就是因為你出題目出得不好 令到他有機會不貼題 而拿到分 OK 我自己覺得 如果考試 是用一個情景性的試題 會是好些的 所以以上我做了五個要求 我希望考蘋果或者有關的東股 去徹底去審視一下 多謝各位